你 哪呀 这么阴森 你们是谁 为什么会从城里砖出来 好可怕 别管了 可能见鬼了 我们快走吧 天哪 我穿越 这次穿越到教室了 对了 少年宫 温俊 你说 你为什么要把转都投起来 怎么又在拿东西 一来就拿东西 能不能安分点 又藏 交出来 拿出来 交出来 延良 延良 延良哥哥 交出来 交出来 你要帮助我们找到这能穿越的时间 这有个数字 一三零零是什么 快给四 接下来一三零零 一三零零大家记着 一三零零 警官交给你 上面一三零零 怎么就那样了 延良哥哥 我都看不下去 你给我坐下 下午两点 朱朝阳 单独进入少年宫 勒索了 张东生三十万 然后我跟延良哥哥在外面等 对 等了一会儿以后 延良哥哥觉得突然不放心 就跟着进去少年宫 我跟延良在跟张东生要钱 然后张东生就说给钱也行 这样吧 我需要一个安静又偏僻的位置 朱朝阳 我听说你父亲有个水厂不用是吧 那就在那里汇合 也就意味着 延良偷钥匙是为了把那个水厂 因为水厂晚上没人 你听我的 中午十二点 我在家里 妻子王瑶和他弟弟都在我们家吃饭 忽然门铃响了 然后我打开门 就是周春宏 周春宏立刻问说 我有没有看到朱朝阳 我说没有 他说朱朝阳已经一个晚上没有回家了 说咱们去少年宫找一下 我到了少年宫之后 我问所有的人 有没有看到过朱朝阳 所有的人都说他没来 而且 二十号张东生老师也没来 莫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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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天哪 朱朝阳 我是你妈妈 我是你妈妈 朝阳哥哥 莫良哥哥 朝阳 莫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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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現在比炎梁還高了 是這樣的 我們穿越到今天那個IP了 你已經死了 那個 對 炎梁 我不抓你回福利院 我放了 你別跑 誰給你跑 你別跑 你跑太快 我也抓不住 你聽我說 我要給你說一下炎梁 我們是從未來來這邊查案的 你的朋友朱朝陽有危險 他今天晚上可能會死掉 趕緊想想你身邊 有沒有那一身想要殺了他 對 誰信你們呀 壞人 沒有壞人 你爸爸已經進監獄了 你得好好想清楚 不然你唯一的朋友也沒有了 朝陽 我是張宗生 還記得我嗎 別跑 不要信他 他是壞人 朝陽 看看這是什麼 張老師 你過來一下 好 張老師 我們要的三十萬呢 你知道嗎 你快死了你知道嗎 你還惦記錢的事兒 你別忽悠我們了 我們不會再上當了 我們那個不叫敲詐勒索 要是警察問起來 你別忽悠我們了 我們就說 你不讓我們告訴他事情 他用錢匯賂我們 銀行卡就是證據 警察那麼好偏嗎 反正你已經殺了兩個人了